奴才开打 奴才偷懒 给各位小主请安 皇上在里头吗 是 皇上在里头来看端妃娘娘 那是我们不巧 不敢打扰了 苏公公 你服侍皇上这么多年 也该偷控歇歇 要不然 如何应付得来呢 谢娘娘体恤 姑姑的东西掉了 你看看 这手艺啊真是好 让我想起 从前香瓶是最会打婴落的 可是手艺都不如这个精巧 这倒是像你的手艺啊 娘娘过孕了 好好收着吧 多谢娘娘 这个字念什么字啊 大 龙月真聪明 那大字下面 再多一点呢 太 太好了 我家龙月 娘娘 四阿哥来了 快请进 给敬娘娘请安 哥哥 四阿哥这么早 来本宫这儿有什么事啊 儿臣要去给额娘请安 路过贤府宫 特来接妹妹去永收宫请安 四阿哥到底懂规矩 隔天就接公主去永收宫请安 妹妹是额娘的女儿 和儿臣一起向额娘进孝道是应该的 是啊 早去早回吧 儿臣可以带龙月在永收宫用了早膳才回来吗 好啊 好啊 你们都跟着去 是 儿臣告退 刘逸 你说四阿哥这么做 是不是心未交的 难道 真想把龙月从我这儿夺走吗 娘娘别多心 娘娘 奴婢带京妃娘娘来了 传 是 皇后娘娘驾到 端妃娘娘驾到 京妃娘娘驾到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姚妃娘娘娘娘娘莲 照理说你的宫里 本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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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宫是可以不来的 只是因为你是龙月公主的生母 又怀着身孕 有些事情不能不顾着你的颜面 所以本宫只好叫了端妃 和静妃一起过来走一趟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 臣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请娘娘明白告知 本宫身体不适 病了这几个月了 什么事情都有心无力 所以都撒手 交给了端妃和静妃操劳 端妃的身子一向就弱 而静妃带着龙月公主 也是自顾不暇 难免有些纰漏 娘娘的息怒 都是臣妾的过失 起来吧 谢娘娘 后宫安宁关系着前朝的平静 所以本宫不能不格外小心 可是今时今日 咱们眼皮子底下竟出了这样的事 还出在你宫里 所以本宫不能不震怒 请皇后明示 明朝宫中常有宫女与太监私相交好 称为对时 逐渐狼狈为奸 结党乱政 明朝江山大半毁于此 所以本朝至宫严谨 对时之事鲜有闻说 可是今日竟在眼皮子底下发现了这个 剑秋 西妃 你可识得 这东西倒是眼熟得很 像是在哪儿见过 这鹰落的手艺 看上去倒像臣妾宫里锦西的手法 你真有眼力 正是崔锦西的东西 锦西也真是的 这么个年纪了自己的东西还管不好 多谢皇后娘娘 等锦西回来 臣妾一定好好教训她 丢东西倒没什么大不了 最要紧的是苏培胜 一直贴身收着 崔锦西已经给看管起来了 也不需要西妃你去管教了 锦妃 你说 是这样 前几日臣妾和西妃会平去看望端妃 正好碰上苏培胜给我们请安 结果从苏公公的袖口里 掉出了这个东西 宫女的东西 是不能被太监贴身收着的 单凭一个鹰落也说明不了什么 许氏锦西丢了 正好叫苏培胜给捡着了 还打算日后还给她呢 单凭一个鹰落倒也是说不出什么 可是柳叶和心是什么意思 西妃你应该知道 这事既已露出了端倪 本宫就不能坐视不理 今日既然来了 未免落人口实 也为了彻查 少不得要查查崔锦西的房间 锦西是臣妾身边的人 这事就不劳皇后娘娘动手了 臣妾来做就是 你有了身孕 怎么好做这样的事 再说西妃 你也要避嫌才好啊 慧春 简秋 去查一查崔锦西的房间 不要错失 这事也不容放过 是 娘娘 是 娘娘 西妃啊 你是有身子的人 还是坐着吧 且看着他们 都能搜到些什么 搜仔细点 哪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是 简秋姑姑 当真是会乱后宫 你们瞧瞧 他们两个 都是宫里的老人了 怎么可能还做出这些事情 为妨上行下效 本宫不能不处置他们 臣妾冒昧恳求皇后娘娘 锦西是臣妾身边的人 不如就交由臣妾来处置吧 西妃身边的人 就是后宫的人 后宫的人 本宫就不可以坐视不理 在宫中服侍的人 必须自身检点 存天里灭人欲 才能安心施主 否则不知要生出 多少乱子来 西妃 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娘娘是太后 皇上眼中的贤后 又为后宫众人所敬仰 想必娘娘 一定会秉宫处置 既保住皇家颜面 又能倾诉后宫 那是自然 本宫是六宫之主 怎能不禀宫办理 以安人心呢 西妃 你还是好好地安胎吧 臣妾恭送皇后娘娘 皇后果然耐不住 小主 你不怕吗 怕 我若是害怕 由着她拉下锦细 下一个就是你 再就是我自己 一个都跑不了 锦细现在被抓了 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 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情一旦传出 不仅锦细今后没法做人 这连小主你的清誉也会 这个时候 是我的清誉要紧 还是锦细的性命要紧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保住锦细 是谁 我认为我认为你 是谁 是谁